好那我们第三部分来介绍一下 负载均衡SLB产品的一些主要操作 在前面我们可以发现SLB这个产品 它其实概念还是比较清爽的 然后它能够提供的服务也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操作 其实我们通过开通一个SLB 我们就load the balancer 然后配置它的listener就是它的监听 然后呢再加上后端的服务器 其实这个服务就起来了 然后呢在服务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去监控我们的SLB 那我们来通过管理控制台的一些演示来看看 具体的操作怎么完成 我们进入阿里云的官网之后呢 可以从产品这个界面 找到在弹性计算里面的复载均衡 然后进入购买的页面 然后就可以开通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这个可用区 然后选择是公网还是私网的类型 选择你所需要的台数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私网类型的SLB 它其实目前还是免费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 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产品 就是说我们通过内网 我们在前面的第一堂课中已经有提到过 就是说通过内网的这种SLB 可以实现前台业务逻辑 后台业务逻辑的一个分离 以及系统整体可用性的增强 那我们可以尽量多的去使用内网SLB 这种产品来提升我们系统的可用性 然后购买成功以后呢 我们就不去看购买的页面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进入管理控制台 去寻找我们已经购买成功的负载均衡产品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管理控制台 点击一下负载均衡之后呢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我们的负载均衡的管理 进入我们负载均衡的管理控制台的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头有我们已经创建好的 已经在运行中的这个SLB的实例 就是我们点击这个实例以后呢 就进入这个实例的详情 它有一些有关这个实例的说明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添加监听这里呢 去增加新的Listener 然后增加新的Listener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需要支持的协议 填入我们的这个后端的这个接收的端口 然后选择我们的调度算法 是加圈轮询还是最小连接数 然后呢是否要开启绘画保持 然后呢是否允许我们获得真实的IP 是否创建完毕呢自动启动 我们的这个监听服务 这个默认是开启的 如果我们选定好呢 比方说我们起一个http的 8080啊 后端也是8080 那么我们进入下一步 然后就进入健康检查了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我们健康检查的响应时间 5秒呢就表示超过5秒了 我就认为它已经不健康了 那我每两秒可以检查一次 或者按照你设定的 然后当多少次的时候 我就认为它不健康 就把它溢出这个健康的这个尺子 然后这个都可以大家自己去调节的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我们认为正常的状态码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确认 确认就配置成功了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多了一个http8080的这样一个 真听 然后呢在我们之前已经创建好了 一个监听是80端口的 那如果我们不再需要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删除 OK 然后呢进入后端服务器部分 也就是说监听已经配置好了 我们进入后端服务器 我们可以去添加 我们没有添加的这个服务器 也可以 已经添加好的呢 就已经放在这里了 其实它很简单 它要添加的时候 只要点击点击这个添加 点击这个添加就OK了 一确认就进来了 我们会发现正在处于已停止状态的这种 ECS服务器是不能被添加的 SLB的后端服务器中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已添加的这个服务器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刚才有讲到 其实因为SLB跟ECS之间走的是内网 对吧 其实我们的SLB后端的ECS是不需要提供这个公网IP的 那我们在这里 为了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ECS 其实已经起了两个HTTP的服务 SERVER1 然后这个是SERVER2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SLB的这个入口地址是什么 是这个 然后我们再打开一个应用 我们可以进行刷新 刷新之后我们发现 它们会在SERVER1和SERVER2之间进行切换 每一次刷新它都会进行切换 那OK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有讲到的加权 如果我们把这个权值改成50的话 OK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SERVER1 SERVER2 SERVER1 SERVER2 两次SERVER1 一次 SERVER1 SERVER2 两次SERVER2 一次SERVER1 我们就会看到 实际上我们这个权值就会直接影响到 它被轮循到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权值是实时生效的 也就是说这个服务呢 它就是通过加权轮循 这个加权就是非常直接的能够影响到后端服务器被访问到的概率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后端服务器的特点呢 去选择不同类型的轮循方式 也可以选择给不同的服务器设置上不同的权值 好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监控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它并没有太多流量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流入流量 新建的连接数等等这些数据包 然后都会有一些统计数据 如果你这是一个活跃的网站的话 这里的数据就会显示出来 这有非活跃的连接数的一些统计 那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里呢 SLB它非常方便的让你实现了一个快速的构建负载均衡的这样一个能力 相对于传统的这种硬件的负载均衡来讲 我们这个使用的门槛就极大的降低下来了 好了本节的内容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